大家好,做外貿出口的朋友,你是否希望將你的產品放在全球最大的搜尋去Google、手頁自然大會顯示出來? 在這個視頻大家可以得到答案 在這個圖片裏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分鐘互聯網裏產生的變化 這是Intel提供用 下面可以看到數字 大部份朋友現在的搜尋習慣都轉向Youtube 在這個圖片裏大家亦可以深入點解讀 一分鐘互聯網裏產生的變化 Google有200多萬的搜尋 Youtube有72個小時的視頻上傳 Facebook post有1.8個media Weakmail每一分鐘增加70個 網站增加571個 2億的郵件經服務去記住 在一個忙忙的互聯網的大海裏 如果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免費平衡展示到我們的產品 你才會贏到這個市場 Google全球第一 大家都不會懷疑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停在一個網站去到19分鐘呢 一定有個可取之處 Youtube全球排第三美國排第三 平均停留時間是18分鐘 在美國帶來的流量接近兩成 它在相關其他平台帶來的流量 Google有14% 加上其他Google有25% Facebook有11% 阿富都為它帶來1.5 大家在這裏不能找到答案 我們來看看第幾個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關鍵詞 是香港一家公司 ModelikHeatPass 是行業中一個重點關鍵詞 第一是美國 第二是香港這一家公司 GooglePass 這個位置都不重要 它的重要之處是在於 Google在下面 幫它加上兩個品牌 就是簡易電池代表 GooglePassModelikHeatPass GooglePassSublimationHeatPass 在這兩個頁面裡帶出來的 所有都是視頻 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部分搜尋者都會轉向 這個頁面去看 比較詳細的資料 因為視頻會帶出訊息給我們 一般我們文字和圖片 是比較理想的 而且按一般人的搜尋習慣 按我們現時 城市人的生活習慣 人的肉眼 大部分都是專注在移動動態的訊息 所以很大部分人客都會點這個頁面 進去 在YouTube的頁面 可以看比較多的訊息 或者看動態的訊息 在這三個頁面 基本上 它是完全沒有對手的 在210萬頁面裡 它拿到三個比較重要的連結 第一個 在文字裡帶出一個視頻的連結 下面兩個 Google 官吏 下位 這兩個 它是一間香港很小的公司 所以在這裏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 在這裏 大家可以看到 互聯網的使用者的搜尋習慣 已經產生了變化 視頻 是大家的唯一出門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什麼需要 關注我們這個平台 免費的 它是唯一可以讓大家 將視頻走進中國大陸市場 是一個免費的 在播放過程 我們絕不加速公布 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拜拜